所以说比较理想的设计方式 我的时候尽量避免用 如果说我们的数量已经固定了 假设说我的数量是1到10 最多不会超过10个 那我就有个范围 我可以用所谓的这个Drawdownless去做设计 会比用这个testbox来的理想一些 为什么?因为Drawdownless它已经给你一个范围 你没有办法输入 你只能用选的 所以绝对不会选错 绝对不会选错 它有这个好处 也就是说让使用者有个范围 那testbox虽然说它比较灵活 可是呢它比较容易让使用者输入一些错误的讯息 而让你的程式产生错误 那我们要设计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网站 比如说今天你要帮人家设计一个 可以做线上订货的这一个网站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要设计界面 首先呢我们也是一样开一个新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记得存档入境 因为我发现前面同学一直都 第一步没有先选桌面 所以在桌面上就会找不到 记得先浏览 在你的桌面上面先点一下 这边有个桌面 点了桌面之后呢 才会放在桌面 否则预设值都会在那个所谓的 my document里面 所以叫做my document里面 找 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得到 那这个专业名称我们给它叫做 CH5-3-1 假设我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料夹 那按开启 按开启就可以了 那不存在 所以要不要建立 就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子的话 就会在桌面上产生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站 按确定就好了 好 第一步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default 就是我们的首页 一样的房子 这个结构应该前面做了蛮多的 再来呢 我们要设计一个 像这个5-17页这边的这个界面 比如说呢 我们根据它上面的要求 第一个 你当然可以用表格的方式 再先做一个排版 那我前面讲过说 我们可以用表格的方式 插入一个表格 那计算它的列数 比如说它这边有1 2 3 4 我们给它四列 然后蓝数的话 给它两蓝 蓝数两蓝 按确定 那它会基本帮我们排版 那你可以直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调整之后呢 比如说最下面这个地方 有个Label 但是它要跨 所以跨两蓝 所以这边可以把它怎么办 选举就按 合并储存格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分别把需要的这一些 checkbox 第一个拖拉过来 第二个拖拉过来 第三个 你可以先把它拖拉 然后这条线段就把它拉回来 再来的话呢 在这边输入数量 那数量我想我们用下拉式的群单 看一下 数量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做down list 然后把它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之后呢 编辑项目 那因为我总共有几个 总共最多让它只能订购 这边 这边 让它定个五个好不好 五个 假设我最多只能让它定个五个 那这里的话 你就只能 这个地方 你就让它直接输入 就是它的 这个值 就是1到5 1到5 1到5之后的话 但是